諾貝爾獎頒獎頒禮舉行了 因為今年全球依然在 擁作在新冠肺炎的疫情當中 所以頒獎頒禮的參與人數 和去年一樣是大幅減少的 甚至還需要分隔在多個場所來進行 在現場來賓的掌聲中 瑞典駐英國大使格蘭尼 把二零二一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 頒給旅居英國的坦上尼亞作家古爾納 這是今年第一個拿到獎項的得主 格蘭尼聖戰古爾納的作品 展現對難民 以及遭到殖民統治的弱勢族群的關懷 在先行冠狀病毒疫情橫掃全球之下 今年的頒獎活動比照去年 不只規模比往年大幅縮水 並且被迫分隔多個地點進行 同時有的獎項得獎者不值一人 視訊會議成了另類的頒獎典禮模式 而不同獎項的獲獎者 也藉此機會做跨領域的交流 例如德國籍物理獎得主哈斯曼 與美國籍的化學獎得主麥克米蘭 就趁此機會呼籲各方 要更加重視氣候變遷的問題 其他的獲獎者也都在各自的本國或長期旅居的國家接受瑞典的代表頒贈獎上 另外向來單獨舉行的和平獎 因為北歐的Omicron變種病毒確診人數持續增加 今年的頒獎典禮不僅邀請來賓大幅減少 主辦單位也和挪威防疫有關部門保持密切聯繫 隨時因應可能的疫情變化 公司新聞許這樣編譯 就隨時來賓大幅測或是有關部門保持密封 這次的代表真是高二位 已有個大幅測室 不是獨立的嗎 可以讓我們靠近期望 柴梅測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